第22题,当气泡由水底往上浮生后,假设气泡没有破裂,次数压力,体积,浮力及密度的变化,以下叙述何者正确? 假,气泡上升过程,气泡所受的水压逐渐变小,这个叙述是对的,我们所受水压的计算公式是P等于H乘以D,我们的液体的密度是一样,但是我们往上浮生, 所以我们的H深度越来越小,因此压力会越来越小,所以假的叙述是对的,以气泡上升过程,气泡体积逐渐变大,这个也是对的,因为我的水压逐渐变小,而气泡为了跟外面的水压保持平衡,因此它的压力也要变小,气泡是一个密闭的空间,体积会变大压力就会减少,所以气泡的体积会逐渐变大,以的叙述是对的, 气泡上升过程,气泡所受的浮力逐渐变大,这个也是对的,浮力一定是排开液体的体积,乘以液体的密度,同一个液体密度一样,但是我的气泡的体积逐渐变大,所以它排开的液体的体积也变大,因此浮力就会增加,丙的叙述是对的, 丁气泡上升过程,气泡的密度变小,这个也是对的,因为我们的密度是D等于V分之M,我们同一个气泡质量没有发生改变,但是前面的叙述已经知道体积会越来越大,因此密度会越来越小,丁的叙述是对的, 甲乙丙丁的叙述都是正确,所以22题问我们说,以下叙述何者正确,我们答案选的是A,甲乙丙丁